继续回来,由于讲的内容,我希望展开,令大家容易看,所以这段都会比较短 就讲到约翰梁酷圣殿的异象,第十一章一召二节 在这里讲到梁酷的意义,梁酷在旧约当中是有两个意义 第一就是为施行审判而做的准备功夫,第二就是为重建而做的预备功夫 就好像是将这个准成拉在梁酷的地上,又或者为施保守或者降福而做的预备功夫 也就是将圣族分开的意思 故此,梁和不梁就成为了保守和不保守的意思 也就是祝福和降祸的意思 第二就是梁和不梁的意义 首先第一节就是说要梁这个地 为止一般大约是十尺四寸的 而这一道做梁酷的象征 而若寒就是寿命要梁和不梁,圣殿的两个部分 来到值此就是分别来象征两件事 是要梁的是神的殿和祭坛的所在地 也就是圣殿的以色列人圆 人就是要做礼拜的以色列人 这个梁的动作也就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将会是蒙神保守的意思 第二节就是说到不梁之地 这个不梁之地是圣殿的外院 即是外邦人院 就是不梁之地 因为外邦人将会踐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也就是三年半 主耶稣其实曾经就预言说 圣城是要被外邦人踐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二十四十二个月 其实就是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之前的三年半 也就是俗称灾难时期的后三年半 好了看保住了 毛迁禧连派和灾后被提派 就是多用象征法来解释四十二个月 也就是一千二百六十日 也就是教会在现今的福音时代 而良与不良和两位见证人的异象 指的是同一个意义的事 也就是教会受着外邦人的迫伯 但是有神的保守 而夏文的毛底坑秀 是指在不同时代的敌基督者 大乘也就是罗马或者敌对神的人 好了今节到这里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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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